平安夜的基督之光与十字架的力量 圣诞节 每年的平安夜 我们的星球都会接收到浩浩荡荡如红流般的金色和白色的基督之光 今年 由于超高频的光载至日 北半球冬至 南半球夏至进入我们星球 基督之光 将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高的频率涌入 在圣诞节期间 有灵势力的人经常能够看到金色的基督之光撒在人们身上 这是一个充满魔力 神秘事物和奇迹的时代 今年圣诞节你可以期待有更多奇妙的事物会到来 我们在地球上度过了这样的一年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 这是太阳冲破云层的时刻 然而 这一次 七个宇宙中的太阳联合在一起 比以往更加明亮地照耀我们 圣诞节不仅仅是基督徒的节日 这是一个宇宙神圣的日子 此时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沐浴在基督之光当中 今时今日 如果你从太空俯视地球 你会看到光从数十亿人之内发出 因为他们的光被天使们打开了 圣诞节是一个享受与朋友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今年 我们有额外的喜悦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正在迈向新的黄金时代 所以 请在假期中放松下来 敞开心扉 接受环绕你的基督之光 有意识地吸入它 因为它会进入你的细胞并照亮它们 十字架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符号 基督能量的力量是它的强大后盾 观想一个十字架在你前面 一个在你后面 一个在你左边 一个在你右边 一个在你上面 一个在你下面 这将有效地封闭你的灰光能量场 对一些人来说 做一些实质上的举措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用你的手指 在你每个脉轮的上方 或前面画一个十字 想象它们被封闭 并且受到保护 祝你圣诞快乐 玩得开心些 笑口常开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